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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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琼说我明白 我明白 兄弟赶紧走 老家人秦安在门口叫罗斯兴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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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扛住我回去 给老头抱起来 这回好 多一拐棍 低了来会儿这枪俩走了 这来会儿跟秦琼俩人见大帅唐碧 唐碧说你们俩打打怎么跑那街角去了 我都瞧不见了 我瞧那一阵乱那怎么回事啊 没事 我们俩跟那又比划比划 我说来会儿你什么毛病啊 说好了比拳脚你这么抄着家伙追人家 嘿 他冰着也好 我就为让他瞧瞧 我们俩那个武艺拳脚冰着都得比比 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啊 我们俩打平手 俩人互相远晃说瞎话 这就算打平手 唐碧一琢磨 行啊 秦琼有能的呀 秦琼跟我仗下的铁匠匠来户耳打平手 看起来我要枉起提搭他呀 还不算为过 好吧 秦叔宝今天累了 恐怕家里人也不放心 你呀 先回去 明天早晨再到大营见我 我找你有话说 戏爷大帅 这是大帅 散仗 所有当兵的 各回各的营号 来胡尔带着翟大圣回去瞧伤 他就甭说了 秦琼回来了 一场虚惊 没直接回家 先搬衙门 见太爷 别见同仁等 把这次上济南大营的事一说 恐怕呀 我明天还得去 过两天正式的调令公事下 我呢就不能伺候太爷您了 那赏我一武功郎 历程县县一听 好是好 书宝 你的前程似锦 这人呢都得有步发展 要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说没有这个机遇 那就甭提了 这人要成事啊 哎 三分能耐 六分的运气 一分还得贵人扶持 你呀 今儿是占权了 可这有一节 我要拦着不让你去 那我这心眼不好 可你要真去了啊 我还真舍不得 我这儿失指着你 太爷说这也是实情 秦琼呢还真不愿意去 秦琼说这么办 您看行不行 你说 我让他呀 下一个戒调 哦 怎么叫戒调 把我戒过去 我呢 一人两边跨着 哎 这好 我这儿有事 你还得给我帮忙 我就是您这儿的人呢 那头我跟他呢 就为了升迁 另外呢 要是戒调 我的便宜很大 什么便宜 您这儿也给我开着支 他那儿也给我开着支 我一人拿两边的俸禄 您看 我这不发财吗 哎 行嘞 书宝你这是为我着想 这是玩笑话 我也得实惠 好 就怕他不同意 没关系 我跟他 跟大帅去说 那你多费心吧 我先回家 走你的 秦琼呢 顺衙门出来 傻小子把老头秦安 已经抱回来了 秦安就在门口等着他呢 书宝怎么样啊 没事没事没事 见老太子 见老太子一说呀 说我升官了 现在我是济南府 镇台衙门五公郎 老太子说 好啊 为什么 当初他爸爸秦一秦顶臣是马铭关的总阵 将门胡子 你要在部队上有所发展 那叫子成副业 老太子更高兴了 好好干就是了 跟娘说离家还很近 比原先远 但是也没远多少 每天应完某 办完公事啊 我就回家 我不在军营里边住 另外呢 人家是下戒调令 这边历程县有事 我还得管 对 不能忘了太爷 对咱们的好处 老太子是明白人 一家的人高高兴兴 当夜无数次日清晨 第二天秦穷 穿上干净衣裳 又从家出来 购奔济南府十万大营 这营盘里住着十万人 那好规模很大的 今天呢 一瞧大帅呀 根本就没让上大帐去 派战堂官呀 张主安在这等着他 直接就把秦穷领到了寝帐 就是他的休息的起居室 卧室 秦穷一瞧 这就更私密了 秉退了左右人 唐碧可就把新了话呀 跟秦穷说了 书宝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见着 罗王的这封鉴信 说实在 还真有点担心 您所虑者何来呢 我就怕你没有真实本领 我把你提不得太快呀 确实压不住三军的口舌 大伙总要有个议论 就说我任人为亲 处事不公 想我唐碧 十万大军之领袖 焉能做事如此草率不公啊 可是有一节 昨日你以来会儿的一笔舞 我一瞧啊 书宝你的本领 只在他之上 不在他之下 这我还得感谢老王 您怎么要谢我鼓掌 对 给我建来一员虎将 我就希望你跟来虎尔啊 京城团结 是我唐碧的左膀右臂 以后我要多多的倚重于你 哎呀 大帅严重了 想卑职我有何德能啊 能得大帅之青睐 大帅如此刻意栽培 对 书宝感激不尽 咱们一家人不必说两家话 时下有个事情 我还要相求于你 大帅 这话就不对了 您是帅爷 我不过是您麾下小小的武功郎 有什么事情 您但管吩咐 何言相求二字 不 这是个私事 不是公事 哦 私事是什么事 眼看将到年底 明年正月十五啊 是岳王千岁的六十华旦 秦琼不知道 他说这人秦琼啊 平常也谈论不着 为什么阶级太高 秦琼呢 就说说县里边的事 这个京城当中啊 岳王千岁根本 平常谈不到 那可是亲王 老王阳坚的亲弟弟 书中代言 对外都知道 阳坚 岳王阳素 靠山王阳陵 这是亲哥仨 实际的也不是亲的 甚至于说阳素啊 跟阳坚阳陵都没有血缘关系 但对外就说是亲兄弟 而且这个岳王阳素呢 本是胡人 他是西域人 那么岳王阳素 他跟阳坚 虽然不是同胞手足 胜过手足 俩人就比亲兄弟还亲 阳坚呢 对于阳素来说 敢说是言听计从最信任 就是阳王阳素 阳素为人十分贪婪 但是呢 这个阳坚很宠着他 每年他过生日都大半 千岁之分这一半寿啊 明着就是脸钱 那么朝中文武百官 都得送厚礼 就是 这个阳素提不起来的 那就不用问了 不是他提不起来 跟他没关系的 也得给他送 他家有账 谁不送礼呀 他给谁寄什么 一年不送 你忘了 两年不送 你喇唬了 三年不送 你是瞧不起我阳素 你这官啊 有点当腻味了 最少给你降三级 找一些茬一参 阳坚还就准 连着扁出好几位去 文武百官就都明白了 想坐稳这位子呀 得巴结阅王 唐碧这大帅呀 有十权 这就是个肥区 坐拥济南十万大兵 他呀 不是不给阳素送礼 头二年他也送了 哪知道路不静 让人给劫了 唐碧可慌了 我这送礼呀 还不如不送呢 没送到 今年要再送不到 三年头上我悬了 我上小本了 岳王阳素啊 就得参我 我这大帅这么多年 凭军功熬赖的得之不易 今年呢 预备这寿礼 比往年呢 还是格外的丰厚 秦琼 整赶上这么一个时机 唐碧想让他呀 给送汤寿礼去 所以现在跟秦琼说 明年的正月十五 是岳王千岁寿担 还是六十整寿 我呢 打算让你进长安城 去送寿礼 可是有一节 我得把丑话说头了 第一 道路不静 这个想把已经抢了我两回了 所以今年你要护送 难免有些个凶险 我呢 给你派几个人跟着 就仰仗了书宝你的能为呀 一定得给我帮这忙 把这东西送到了 那时候他怎么不派来货尔去呀 来货尔还真走不了 秦琼这武功郎是个贤差 而且刚提不上来呀 在这十万大营当中 没他的工作 每天就是应某 应某是什么这点名 早上起来 秦琼到 这就算下班了 没得事了 莱霍尔多忙 莱霍尔是他跟前红人 他大小军务 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得 委派大中军莱霍尔去 这人离不开 这是头一二说 你呢 真得替我卖个力气 再有啊 正月十五啊 最损 也得正月初十之前到 那就这个年呢 就不能在家过了 你秦琼呢 又跟别人不一样 有高堂老母 老太的跟前 又有仨俩的呢 我也好张这嘴 我知道老太的跟前 亲儿子就你这么一个 那么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我非差人的天伦之乐 夺人家的这个孝亲之情 于心不忍 这中国人最讲的过年 过年过的是个团圆 眼看到了年底了 进腊月了 我给派出去了 年在外边过 正月初十之前上完寿礼 回来连登吉都过了 从山东济南啊 走着走上长安 就是现在西安送寿礼去 您琢磨琢磨这一绷子多远 所以呢 多人之常情 我得跟你商量 秦琼一听啊 大帅大可不必 这个事情我应成于您 没什么 虽然说我归家不久 但是为了大帅 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我应当为您效力 书宝你乐意呀 嗨 我乐意去 这东西啊 您都给这装好挑 咱们既是暗送呢 您呐在这挑上 稍微伪装伪装 怎么伪装 您把那榆树皮呀 给撒的福头 谁一问呢 就说是药材 另外您让当兵的 把号口都拖了去 十个人挑着这点东西 一共是几挑啊 一共五挑 那就够了 换人呐 不换奸 这挑啊 一个人挑着 挑来了换另外五个人 老这么挑着走 另外呢 您再派几个人跟着我 这点东西我估计 有十六个人 怎么也送到了 秦琼啊 新的话说 有响马接您也不接我 为什么 天下响马呀 我全认得 整个这响马杖 在我手里头呢 都是善雄信的兄弟 善雄信的兄弟呀 就是我的兄弟 没事 所以秦琼敢拉这口子 您放心吧 这样 我也知道你跟呀 张转阳和李济和辉 你们这几个人不错 不错 您这几位战堂官 跟我是朋友 好 我放他们的架 这儿 不用他们了 让他们陪着你一块 去长安城岳王府献寿礼 你看如何 太好不过了 另外派十个精明强干的兵 给你挑着这五条东西 东西你先咽咽吧 这个事情可不能让十万大营里 当兵的知道 这是案的 所以在寝障之内 把这十条东西 拿出来 一共十份 两份一条 两份一条 都搁在大筐里头 底下垫得很厚 也无外乎 就是古玩玉器 这些东西 反正都是之前的宝贝 裹六裹 包六包 上面的遮遮盖盖 清秦琼的 把那榆树皮搓碎了 就撒在福头 就跟下送药菜似的 全都伪装好了 秦琼是精细人 就陪着大帅拿着李丹 一样一样亲自过目看 为什么 这六干系 李丹上写了八十五样 到那一送七十二样 那哪成啊 这得按照李丹对 他是个负责的人 旁边呢 这四个战堂官 张转呢 李继呀 杨和呀 何辉呀 全都陪着 完全都过目了 这儿呢 有一份李丹 有一份拜授帖 还有 他给岳王阳素 写的一封私信 这么三样东西 算一份公事 另外 单有一份官房 交给秦琼 秦叔宝 暗藏 要有为难之际 可以亮官房 凭我 济南大帅的官印 调动当地的军马 帮助你 你是部队上的人 秦琼把这几份 要紧的东西 全都贴身带好了 那东西先搁在您这儿 这哥几个也回家 安安家 我也得回家说一声去 好吧 我放你三天假 这三天不用来了 第四天头上到我这儿 就派你们启程 您放心吧 秦琼归家 临近家门一琢磨 我这刚回家 没几天 要走 哎呀 跟老太太说好的吧 陪着老太太吃晚饭 把贾氏啊 跟老哥哥情安都找来 陪着老太太逗小牌 老太太挺高兴 老太太这把牌糊了 把这牌一扔 不玩了 累了 娘 跟您说个事 有事说 我得出趟门 呱唧 老太太把脸撂下来了 我说就是这么孝顺的 还陪着我打小牌 怎么要走啊 娘 您别生气 我新到的大营里头 大帅呢 挺瞧得起我 派我个闲差 帮他上长安的送趟东西 送东西 那么些人去 干嘛非让你去呀 皆因为这东西贵重 贵重才不应该担这沉重呢 半道上磕了碰的 也是你的责任 丢了更了不得 所以别人去不放心 您儿子我不有能耐吗 所以他才派我去 你有什么能耐 多顿去多顿回来 这趟远不远呢 上长安城 长安城是当时的京城 大帮之地 又是上王府当差 我也见见世面 跟您说 派十好几个人跟着我呢 我算个小队长 给的川姿路费的 十分的丰厚 您放心 过了灯节我就回来 老太弟一听 这一帮子只过年纪 过灯节才回来呢 哎呦 我要不让你去呀 我也知道 军营当中啊 那个纪律很严 可是我真舍不得 老太弟说着鼻子发酸 要掉眼泪 娘您可千万别去 您老是明白人 我跟您老人家面前呀 磕头 您在家好好让他们陪您过年 您放心 过了年我就回来了 哎 老太弟说不出来别的 这就叫人在宫门 身不由己 老太太说 行了 回去 跟媳妇啊 你们好好商量商量 我歇着了 老太太经过大失面 这点事呢 也不太往心里去 老太太睡觉了 秦琼回屋又跟贾氏说 贾氏当然也是恋恋不舍 这儿呢 就给准备东西 哎 世上千般伤心事 唯有生理与死别 归家不久 又要踏上征途 此一去千里之遥 还不知道 有什么凶险 秦琼这才来到堂上 给老太太磕头 叫历史娘 我现在就要够奔大营 出差工干了 老太太 微然点头 书宝啊 一切务必要自己小心 两年爱之人 不雅如 瓦上之霜 灯前之火 我盼儿你早去早回 而我明白 蒙英雄 强忍着眼泪 在老太太面前不敢哭啊 这才站起身形 拿自己的行当包 我 这才往外走 马批军任呢 这都已经准备好了 骑着马 购奔济南府大营 那就快了 平常上下班都走着 这骑着马很快就到 上这来呀 消假 报名 这大帅一瞧 书宝真在信任也 家里边都安顿好了 都安顿好了 这五条东西 连这十个人 带这四个战堂官 你们这就启程吧 另外我预备点酒 给你们撞撞行 哎呀 还让大帅您破费 哎 谈不到 大帅一人还赏一碗酒 这儿呢 闲言不必坠续 一共是连大带小十五位 这道上走得太轻松了 头一样 盘费族想吃什么吃什么 另外呢 五个人挑挑 十个人都轻身 秦琼还有马 这五位挑挑来呢 换那五位 哎 就算比较轻松 尤其呢 张转阳和李济和辉啊 跟秦二爷也说得上来 这一道上呢 哥几个有说有笑 简断说顺山东啊 可就走下来了 燕鲁无书这日正往前行 猛然间一抬头一瞧 火 一座大山横路 眼前这股道啊 是穿山梁而过 再一瞧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路径人稀这股道上啊 没什么行人了 秦琼在一瞧这座山 外石临巡 八面错额是四维险俊 这座山可够饿的 也没注意这是什么山 走到哪了 这是 哥几个啊 哎 二哥 多留点神啊 脚底下加点劲 看见没有 山道 踏过这段山梁 出了这座大山 咱们再说 我看这座山有点凶险 我怕有山带王 有山带王怕什么的 全养着二哥您的 话是这么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弟兄们 咱行着 大伙脚底加快 打算赶紧冲过去 哪知道啊 已然惹了祸了 耳朵中但听着 吃了喽一声 想见苍郎郎一望 铜锣交锤 胡拉一下 撞出来一伙喽喽兵 这伙喽喽兵就把路给横了 把十几个人团团围在当中 正当中是两位山带王 一左一右口念山歌 呆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若要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压崩半个说不字 管杀 不管买 真横啊 秦叔宝闻听此话 抬腿摘自己双肩 马往上催 我倒看看有什么人占据山林感激 papび 秦优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